邓肯挡拆质量到底有多高,帕克恨不得每一个球都用这招,马斯的球进攻型总是很流畅,嫌有一些单打球大部分都是靠着团队配合,不停地传球然后倒出来的机会,其中马斯最厉害的战术之一就是挡拆了,因为他们有邓肯这个最伟大的大前锋,邓肯还没有老的时候。 马斯的挡拆就是简单粗暴,帕克,腰刀轮流上不换防,就等着被这俩后卫一步过,换防就出机会了邓肯直接形成错位了,所以马斯的挡拆成功率非常的高,直到现在挡拆还是马斯最喜欢的战术。 当邓肯老了以后马斯的挡拆就形成了强侧和弱侧挡拆了,邓肯是不怎么去内线了主要给第一时间跑到底线的队友做一个侧应的功能,加上邓肯的投篮中距离合被打还不错,所以后期邓肯马斯的挡拆,依旧是不好防的。 今天说的不是马斯的挡拆而是邓肯的挡拆,末年的邓肯因为年龄的增加和爆发力的下降,所以挡拆以后的威慑力没有以前大,大多数都要让帕克进行二次进攻分球。 当时巅峰邓肯和帕克的挡拆是什么水平呢? 马龙和斯托克顿算是挡拆最完美的组合了,有人曾经拿帕克和邓肯的挡拆和其比较,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波波维奇应该让帕克和邓肯打得自私一点,这俩人的挡拆没有任何防守者能够破掉,就是这么夸张,因为邓肯的被人能力太强了,帕克的中距离太本突破太快了,邓肯作为球队的一个核心, 但是在挡拆这种脏活泪活上面邓肯总能做到很完美,他的挡拆让队友太舒服了,当马斯的内线核心成了阿德以后几乎所有人都在怀念帕克再也不是那个跑车了,之前邓肯挡拆完毕后帕克总能有很大空隙进行投篮和突破,而阿德做的更多的则是拉开身为准备接帕克的分球,可以说邓肯的挡拆质量也算的是历史顶级的, 毕竟帕克拿球过中场的第一习惯就是找邓肯 词词抗